一句相信政府防疫 对疫情很有信心 大甲证然宫宣布19日的绕境 不会因为疫情延后或取消 希望大家不用怕 妈祖会保佑大家 我觉得应该要停止 因为这个疫情不能开玩笑的 因为我们台湾毕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能暂停就暂停 因为就是他人是真的蛮多 然后可能还会 他有提供一些膳食之类 所以大家群聚在一起吃东西的话 我觉得感染的几率会比 一般在马路上走的程度还要高 大部分的民众都投下反对票 因为绕境的过程中 一个不小心疫情就会大规模扩散 因为从绕境时 大批信众增相参败 或是一起吃大锅饭 还有晚上打大通铺睡觉 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只要其中一人有一个是代言者 就可能爆发群聚感染 只要人跟人聚集 就会有风险嘛 那关键在这里面 有没有人是代言者嘛 有限制一些人参加 比如说年纪太大的 真的不适合 因为危险性很高 那有感冒发烧 有症状的 你就要排除 大型活动要完全避免传染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面对外界质疑 庙方也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除了呼吁信众们戴口罩外 起驾时改至庙前广场 照三餐量体温 吃饭时改由志工打菜 以及回轮安座时控管庙内人数 戴口罩不是万领单 戴口罩能够预防的有限 不过这个主办单位自己要衡量 他决定要办 恐怕就就是 就办啊 但是你要互全 互全责 尽量让他不要发生 毕竟预防剩余治疗 如果真的不能延期举办 只能期望参加的人 都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就怕有人隐匿病情 或是情乎大义 让原本祈求健康平安的宗教活动 成为疫情大爆发的防疫缺口 欢迎新闻 陈欣雁 林凯伦 台北报导